人氣很旺喔 這個每一條通道都是 特別排到不同的人物角色去拍照 我們今天準備要出發的是香港四天三夜 很期待吧 很期待啊 我今天已經有備而來了 粉紅色的是不是 我們今天有一位同行的是 小小里的婆婆 也就是詹的媽媽 他先進很多他還穿跟小小里一樣顏色的衣服 都是穿藍色的衣服你看看 啊我老公跟我穿一樣的粉紅色 我現在就想說是迪士尼要冰飛的 穿粉紅色沒有這個藍色的袋子 好期待喔 我還沒有去過香港 我跟小小里的婆婆都沒有去過香港 哇已經很久沒有帶他來機場的地方了 沒想到他現在已經可以在機場這樣自由奔跑了 覺得很欣慰啊 我們抵達香港迪士尼酒店了 一起來就看到一隻米老鼠 超可愛的 整個大店風格也非常的氣派耶 當然我們已經拿到房卡了 好可愛喔 是米老鼠耶 喔你好像米老鼠喔 米老鼠 喵 喵 喵 我們這幾天天氣預報好像都是大雨 大雨也不減我們的興趣 哈哈哈哈 Shirking的時候有一個酒店指南很可愛 它上面會寫米奇提醒你 迪士尼酒店的穿梭巴士 旁邊掃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時間表 背面就是免費或付費的設施 這些都是可以做使用的 我覺得很多耶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去體驗看看 可是我覺得今天可能真的 一整天都會待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有多餘的時間的話我們就來玩 這邊的設施 畢竟我覺得能夠住進來 也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我們怎麼會碰到這麼大的雷雨呢 迪迪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沒想到 我居然會吸引這種大雨體質 看我們的體質不是這樣子 媽媽 招包 我們的保姆 從這邊開過去大約七分鐘 因為今天下雨 櫃台check in的人 就建議我們坐穿梭巴士過去 別走路了吧 帶小朋友來迪士尼 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今天又下雨 真的是挑戰我們 還是我們以前表現太好的 上天決定要給我們 更強度加強的考驗 大暴雨開箱 香港迪士尼樂園 這個雨真的是大到讓人不敢恭維啊 怎麼會下這麼大的雨啦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要在下大雨的時候 玩出我們自己的名堂 真是進入香港迪士尼 不是 這個雨 大得很荒謬 今天這樣的雨是 不只我們來玩喔 還是很多人來 我真的覺得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風雨無阻耶 弟弟的這個嬰兒車已經全濕了 我叫他不要出來 弟弟 走啦 你要在裡面待好喔 走過來的這個大道啊 旁邊都是很夢幻很夢幻的 那種卡通的配樂道有聽到嗎 然後每個路燈上面都有這個 像這個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裡是巴斯光年然後這邊是唐老牙 很可愛耶 米老鼠 米老鼠噴泉 你們太可愛了 Oh my god 我看到那個打飛了 在這裡你將會離開現實的今日 進入一個昨日明日裡夢想的世界 太浪漫太浪漫了 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美國風情的一個大街 而且一進來呢 怎麼樣雨就停了 這裡有一個遮罩 神秘遮罩 我剛才已經問過工作人員 現在的地圖呢 只有電子版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掃QR Code 或者是直接下載這個 香港迪士尼樂園 裡面就會有所有你要的資訊 很適合耶 是一整組的耶 你戴這個打飛好可愛喔 天啊你好適合在今天出門喔 你自己有穿好雨衣了耶 好可愛喔 我說上面的打飛 你還好 你沒有重新心動的感覺 我沒有 很新鮮 這隻很燒耶 來這個地方就是 這邊一個這邊兩個 很剛好啊 同心大乖 香港迪士尼樂園好好玩喔 我們才進來不到一個早時啊 婆孫妝 這是弟弟指定的 婆孫的頭飾 一樣的 我今天的入園的整個裝扮就是這樣子 達飛還有這裡有一隻可愛的小鬼 可以耶 很好看 你整個就直接化身為卡通人物本人耶 你們看你們兩個有多像 這裡有鏡子 你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喔 哈哈 哈哈 那我會被他的粉絲打 我幫你這樣 喔 可愛嗎 可愛嗎 哈哈 最後的定裝我們全部都是達飛系列的頭飾 很可愛吧 我們今天就要這樣一直帶著喔 我們到現在進來了一個多小時了 還沒有從這條街離開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下載香港迪士尼樂園的APP 它會顯示每一個遊樂設施等候的時間 像我們餐廳旁邊有個以霞與黃蜂蜜 你只要等五分鐘 然後它這裡會寫適合什麼年齡 這個就適合所有年齡 所以弟弟應該OK 飛行之旅 它就有寫到說 這個會有身高的限制 然後還有適合青少年少年成年 我們終於要玩我們的第一個遊樂設施了 乙霞與黃蜂蜜 看起來應該是那種燈光特效比較多的 親自體驗的第一個遊樂設施 就給它來點黑暗了 哈哈哈哈 我們要開始囉 大大大 他在打 你就打這個啊 這個啊 不要斷髮精啊 到底在打死一個 哈哈哈哈 他剛剛原本要睡覺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都睡不著了 哈哈哈哈 親子的話我覺得OK 但是小朋友可能要再大一點點的話 他會可以拿那個槍去射那個雷射的地方嗎 對 可是那個射那個靶會更好玩 我們現在要去玩這個飛機 這個比較溫和 他要他要他要 媽媽我們要來挑戰這個 加油我們一起好嗎 我們拉緊一點 租爛二人組 飛起來了 快飛起來了 哇弟弟你看我們飛得好高喔 哇 哇 真的 欸弟弟你看媽媽在錄裡面 你看 弟弟 你都不怕欸 他不怕 這個親子完全可以 哈哈哈哈 完全可以 可是我看我岳母好像有點嚇到 等一下 我們 我們已經不行了 我岳母好像覺得 唉唷 那樣呢 沒有你很久沒有玩這種了 好久 好久沒有 哇找回童心了大家 對啊 下次還要不要玩啊 還要再玩嗎 好 欸弟弟好棒喔 挑戰成功 成功 這個親子非常適合來玩 可是小朋友會覺得很有趣 其實他的速度比想像中的還要快喔 剛剛說上去的時候 有點離心力被甩出去的感覺 一點點 他現在玩完了之後變得很開心 對 我覺得他等一下應該會就是 很舒服很放鬆的睡著 希望 接下來我們來的這個地方是 達菲與好友的遊玩屋 他們的人氣很旺喔 這個每一條通道都是 分別排到不同的人物角色去拍照 然後我們現在排的是Lina Bell 根本就是Lina Bell的名啊 你看 這邊一個然後這邊也一個 你也要帶嗎 啊好可愛喔 排了快30分鐘 終於可以跟Lina Bell拍照了 好可愛喔 很Q欸 而且他好活靈活現喔 而且他好活靈活現喔 我們剛剛這樣子 雖然排了大概半小時 不過我覺得 他讓我們體驗時間很久 而且就是 如果你想要一直拍下去的話 他不會阻止你 所以我們大概 在裡面跟Lina Bell拍了大概有 我覺得3到5分鐘有喔 應該有 對 最難怪會排隊排那麼久 因為大家都會很想要拍很多張照片 尤其是像我們四個人嘛 然後我們又有四種排列組合 但是他真的很敬業 Lina Bell好可愛喔 真的很有趣耶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Dolfi與好友同盟遊 這個是春日盛世啊 即日起到6月10日 就是回歸香港迪士尼度假園區 我就覺得我們真的體驗到了一個好可愛的體驗喔 真的很可愛 而且他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像是看到明星一樣 就是這樣 他這次還和7位Dolfi與好友們 玩遍整個遊樂園 所以像我們剛剛就是跟Lina Bell拍照 然後在那個Dolfi與好友遊玩屋 我覺得這個等待時間完全值得 老公我們一直被一個香味吸引 萬別話說太香了 我一定要吃焦糖粉 而且等一下 為什麼你的 為什麼你的熊熊是反變的 怎麼了 喔 太反了喔 什麼啦 他自己做一做然後自己就往後面做 大家遊樂園不知道會不會都很期待這個環節 我超喜歡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他這邊賣的東西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23分 4點半的時候會有一場Dolfi的那個小劇場的演出 我們現在在這邊城堡的前面卡位 留橙汁也喝 爆米花也吃 吃得很開心喔 還好現在出太陽了 不然下大雨的話真的太累了 而且別人又可能會取消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真的太可愛了 欸真的會被融化欸 而且他們每一個都好有活力喔 我兒子在跟他們打招呼啦 超可愛的 哇我覺得他們邊唱我邊有雞皮疙瘩的感覺 然後一對我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 天啊我居然這麼小就帶我的兒子來這邊 體驗了一個很棒的表演 然後他也很喜歡 我覺得很感動欸 你看我眼眶有點泛淚 有點想哭的感覺 你講話也有哽咽了 對啊 你是不是今天沒有睡很多 好有快樂分享小劇場 就是很感動啦 真的很感動 然後邊看的時候邊覺得 哇在迪士尼真的可以忘掉 現實很多的煩惱或壓力 夢幻的一個世界的感覺 我們現在上來的這個是小熊維尼的車 非常的可愛 就是讀小熊維尼的故事啦 哈哈哈哈 看到好仔細喔 哈囉跳跳虎 太驚嘆了吧 怎麼做的啊這個夢境 太扯了啦 哇哇 弟弟這樣子現在已經很正常了 他覺得很可愛 你喜歡喔 哈哈哈 那婆婆買給你好不好 媽媽 Oh my God 媽媽 要給婆婆嗎 你好喜歡他喔 謝謝婆婆阿公 謝謝 說謝謝 哈哈哈 喔真的好可愛喔 他瘋了 我沒有看過欸 要買吧 要買吧 哈哈哈哈 我媽 我媽已經 太瘋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問過 他非常多個娃娃了 他都沒有要 他都只要這一個 他想抱著 對啊他特別喜歡他 他到了可愛的娃娃了之後呢 抱著他 一下子 就馬上睡著了 我們現在要趁著他在睡覺的時候 去玩一點 比較刺激的 大人玩的過山車 接下來我們出發來到的地方 是以冰雪奇緣為主題的園區 魔雪奇緣世界 可以說是大人小孩 必備來香港迪士尼樂園 一定會來的一個園區 才過了這個橋 你不覺得就到了冰雪奇緣裡面的世界嗎 Let's go Let's go 哈哈 我媽一直聲稱她自己是Elsa 啊為什麼 我不知道 她覺得她穿的藍色就是Elsa 這個就是動畫裡面出現的小鎮啊 結冰的噴泉 非常的寫真啊 來到這個地方 會有一種走進動畫的感覺 很感動 接下來就是屬於我們兩個的時間了 我們現在來體驗的是 魔雪奇幻之旅 我先說我完全不知道她是玩什麼的喔 所以突然有什麼很可怕的東西的話 不要罵我喔 這個遊樂設施看起來應該是非常多人 因為我們已經繞了很多圈了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繞到那個路口處 我現在螢幕上看已經兩分鐘了 我們走了兩分鐘還沒走到 哇她會循著步步短程俯衝喔 小小朋友也在玩耶很厲害耶 你不用害怕吧 我覺得她的俯衝可能不久 好經典喔好感人喔 她在講很粵語 好可愛喔 她的姊姊姊姊 而且她會生氣了 不會可愛...這樣可愛 來了來了喔 夏波 夏波 很大嗎? 不知道 Happy ending 她的溜滑梯是有斜度的 所以她真的溜下去的時候 妳心臟還是會露一拍 可是 對 可是很快就回來了 因為她沒有很長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真的是 好玩 但是不刺激 她最厲害的地方是 她裡面的所有的設施 都做得非常的精緻 現在我們套路岳母過去玩 千萬不能跟她說那個下坡 沒問題 我不會的 交給我 弟弟還是這樣子好眠好夢的狀態 好快樂 接下來我們要去哪裡 這個真的很方便耶 我直接看哪裡 然後就知道她要等多久了 像前面的那個雪嶺滑雪橇的話 還要30分鐘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選擇 在15分鐘以內的 妳可以陪我去玩礦車嗎 很可怕 就是雲霄飛車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以玩具總統園為主題的園區 這邊叫做 反斗騎兵大本營 很酷 非常的酷 你這樣遠遠一看到就會覺得 哇 我們完完全全是縮小的人物的感覺 這邊的座椅居然是這種小骰子 怎麼處處都有這種小驚喜啊 超可愛的 這裡有一個很大一片的 小朋友的那種ABCD的刺卡玩具 你看彈簧狗在這邊有多可愛 這個弟弟應該可以玩 等一下弟弟起來 我們帶他來玩這個 可以耶 好可愛唷 飛雄三極速逛車 我每個迪士尼都會想要玩這種過山車 因為他們的過山車做的就是 很有趣啊 然後附近的那個景色啊 都會做的很漂亮 他如果說這個是山谷然後什麼礦車的話 他附近就會做成很像礦科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就是迪士尼 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真的是沒有小孩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玩耶 感覺好奇怪唷 你迷的很喜歡 我很喜歡啊 但是感覺就是很不真實 之後跟我們出來的長輩都會去保護 謝謝媽 謝謝媽們 我不瞞你說應該真的會有點可怕喔 應該就是速度很快的讓我上下坡啦 不用過度擔心 可是也不要到不擔心的程度 我給你做很多心理建設了喔 我給你做很多心理建設囉 我給你做很多心理建設囉 哇~~~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 波波 波波你沒事 哈哈哈哈 其實還好 還有三波 還要看 我的天啊 我真的快被你笑死了 我是不是還沒有同情心啊 你把我打睫毛他被嚇掉 很邪 哈哈哈哈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又來了又來了 又要來了嗎 完了 蛤 啊 救命啊 超好玩的 啊 啊 又又又又 啊 啊 沒了吧 沒了沒了沒了 呼 耶 超級好玩耶 有 哎 就是沒了嗎 沒了吧 沒了沒了沒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玩過數一數二好玩的 過山車雲笑飛車耶 我真的沒有想到它會突然來個背後 對 這是 欸 你不要把它想像成是真的非常可怕的那種 是因為我叫成這樣子的 我就是為了增加遊戲體驗 欸 節目效果就靠你了好不好 它是好玩的可怕 非常好玩 你要說它的高度 它也不是要頂高 它的斜度 它也不是要頂斜 但它就是很好玩 我覺得是豐富度 很多樣化的感覺 然後整個場景氛圍製造得非常好 我真的覺得 這個雲霄飛車 我給五顆星 可以 嗨 你起來囉 你有做美夢嗎 你看它是誰 你還記得它嗎 好Man喔 霸道總裁 弟弟 你要玩後面的那一個嗎 狗狗嗎 狗狗要不要 要嗎 好 走 就來玩啦 這個彈花狗 嗨 我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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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黏喔 你看看它 好可愛喔 好酷喔 弟弟 你做得很好 你很棒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的是米奇幻想區 下一場秀的時間是10分鐘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等一下去買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站煙火的位置 看完煙火我們就可以快快樂樂的回去睡覺了 它還有附3D眼鏡 那弟弟 你要帶大家看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사를找到 說什麼 說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